相差90票大比分输给沙特 韩国釜山丧失2030世博会举办圈 尹锡悦带着枕中脸 老婆满世界送泡菜为何适得其反 欢迎来到地球记本期话题 韩国深婆 为了争取到2030年的世博会举办圈 自己总统任期内办一件像样的国际化活动 韩国总统尹锡悦算是操碎了心 他不仅在前一段时间 频繁带着老婆满世界飞 到访各国进行屈辱外交 比如前往英国 连个阶级和引路的人都没有也忍了 而且先后总共与96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 进行了150多次的会面 可见韩国对这次世博会的申办有多积极 如此高频率的外交动作 想必也能换来不少感情票吧 而按照影信院对外所说的保守数字 至少也能够拿到80票 同时韩国的申办代表团也是这么估计的 虽然他们也知道沙特的利亚德 是本次竞争最强劲的对手 但是依然相信可以让韩国釜山 在第一轮拿到超过80票 这样就可以迫使沙特拿不到三分之二的绝对票数 不得不进入第二轮投票 然后韩国在第二轮中寻找翻盘的机会 但不得不说韩国人向来 宇宙第一强国的自负心态要改改了 第一轮投票下来 沙特利亚德不仅以119票 对29票完胜韩国釜山 而且票数超过三分之二 直接获得申办权 更让韩国的面子被放在地上摩擦的是 另外两个参选城市 分别是获得零票的乌克兰奥德萨 和17票的意大利罗马 乌克兰就不用说了 到2030年这个国家存不存在都难说 就别提办世博会了 但是还有意大利罗马陪跑 理论上韩国总该不会太难看 可是人家意大利早就对外表示躺平 也知道自己就是凑数的 结果还获得了17票 而韩国却是去全国之力大肆宣传 鸟猪女团全搬出来 连泡菜都当鼓励满世界送 却也只混到了20几票 最后怒不可遏的韩国人居然说 沙特用石油和美元贿赂全世界 沙特高票获得2030世博会举办权 真的是如韩国所说作弊了吗 其实这是韩国自己根本没领清 要说韩国人自我感觉良好这个心态 真的值得全世界学习 在世博会举办权投票开启之前 八字还没一撇呢 韩国内部早已就此事展开了宣传和庆祝 就差直接将自己宣布自己获胜了 通过韩剧犹豫游戏 而全球爆火的男主李正在 更是被选为宣传大使 以具于整个韩国福山的大街小巷 各种公交站地铁站等公共场所 都有相关的大幅宣传海报 结果自己把戏做过了头 却惨遭沙特已高出四倍的票数 啪啪打裂 韩国人自然不肯相信 甚至说沙特是在作弊 那么韩国真的是啥也没做 在盲目自信吗 那倒也不是 人家不断地搬出韩流明星 女团参与宣传也很卖力 虽然去南辆女在宣传中没少见 科技文化却一个没见到 但凡韩国主要宣传一下 三星的手机和芯片 现代的造船和汽车 也不至于竖得这么惨 因为世博会看的都是 各国的科技文化产业成果 不是唱跳的娱乐节目 不管哪个国家举办世博会 也都是在展示全球的产业和文化 虽然人家沙特出了石油和沙漠 以及用石油美元堆砌的城市以外 在产业上甚至还不如韩国 但是人家姿态方的低 本正一种自己搭台各国唱戏的服务姿态 也照样能够获得各国由衷的认可 韩国虽然想着 也自己为中心搞一场盛事 结果却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甚至连升班策略和升班视频 都能弄成像旅游宣传一样 不败猜怪 不过即便用对策略也白搭 由于紧跟美国的脚步在芯片上 针对中国三星党韩国的半导铁行业 受自己破坏的产业类影响 利润暴跌 而韩国引以为傲的造船 汽车等产业也都差不多在衰落 文化上更是只会偷 因此恐怕是除了韩流女团 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